开国大典要举行阅兵 周恩来总理选在天安门 华北军区典将 张志祥欣然受命 那么张志祥是谁 他是如何获得布置开国大典主席台这一殊荣的 他又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呢 张志祥是宣统元年生人 他自己说 沾千青的边 可算是千青的遗诱 张志祥读书是跳着级念的 天资聪勇的张志祥 一上学就读三年级 一上中学就读天津南开学校的初二 在学校当上了学生会主席 和共青团支部书记 张志祥读完大学三年级后 报考清华大学四年级 但因在中国大学就读时 在国民党教育部没有备案 其学历呢不承认 所以被拒之门外 而到了第二年呢 中国大学备案扶正 张志祥就静止来到了清华 直接考研究生 凭着他过目呈颂的惊人记忆力 直取金榜 成为当时清华录取的 一文一武两个学中的一个 而另一个学生就是后来成为大数学家的陈醒身 1941年 张志祥担任了平北抗日根据地的专员 在根据地 张志祥进了进察记日报做副主编 邓拓是主编 这段半报的经历 促成了他 后来就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张志祥是在1944年正式参军 在华北军区工作 1948年底 张志祥呢 随聂荣贞的部队进入北平城 当天安门城楼被确定为开国大典的主席台后 周恩来彭真点名 叫张志祥来布置开国大典的主席台 说起来也很传奇 他是怎么被周恩来相中 指定为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布置的总指挥的呢 2008年 已是百岁的张志祥老人讲述道 1949年的7月 我作为解放军代表团团长 在北平参加了第一届文代会 带着大家去见周恩来 周恩来连夜开会 一直等到凌晨才过来接见我 周恩来对我们说 对不起 让大家久等了 我张志祥管不住爱说的嘴 开玩笑 回了一句 说没事 天还没亮 这句话 把周恩来和大家都说笑了 可能就是这次 周恩来记住了我 那么由于周恩来的提名 当时的北平市委书记彭真 安排张志祥 负责天安门城楼的布置和指挥工作 此时去开国大典只有短短的20天时间了 当时的天安门广场是一片荒芜 到处是比人还高的 到处是比人还高的 浩草 布置起来的难度 可想而知 而看完天安门城楼现场的张志祥 赶忙驱车 回到了华北军区政治部 的确 这次天安门广场的布置任务非同一般 任务主要有修整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城楼的布置 及搭建城楼下的管理台 和升国旗的旗杆等等 国旗是新中国的标志 一定要由毛主席亲自来升 但城墙离旗杆很远 毛主席怎么可能从城楼上走下来 升完旗再走上城楼呢 新政协筹备会很快就确定了电动升旗的方案 那么谁来具体实施呢 北平市建设局接受了果旗旗杆和电器设备安装施工任务 并委派富有经验的工程师林志远 梁长寿两位专家具体负负责设计和施工 而当时根据设计的方案 果旗旗杆的高度应于天安门城楼的最高点等高 经过测量 这个高度是35米 林志远跑到自来水管公司 挑来挑去 选用了四根直径不同的无缝钢管 由金工车间将钢管焊接在一起 建筑师钟汉雄设计了旗杆的底座和简易的栏杆 这样四根钢管加上底座 旗杆的总高度也只有22.5米 在当时这个高度已经是最高的高度了 上报中央 中央批复说可以 经过市政工人的日夜奋战 新中国第一座国旗杆 在广场中心的青石玉道上竖起来了 旗杆的顶部 逞球状 里面有正反方向的自动开关 用伊玛丽的马达做动力 采用的是电机变速传动 电磁限位器控制的办法 红旗绳道顶端或降到一定的位置 电路自动断开 经安装调试 升旗电动控制良好 所需时间符合要求 为了开果大典那天 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就能操纵果旗的升旗开关 林志远设计从旗杆下引出一条导线 与天安门城楼上安装的开关连接在一起 而电钮开关就安装在可移动的三脚架上 10月1日一大清早 周恩来又派来聂荣珍 专门到广场来检查升旗装置 内容人呢 问站在一旁的纪北电力公司 北平分公司供电科科长徐伯文 说电力供应有无保障 采用双电源供电 一路来自石井山电厂 经前门变电站到广场 另一路来自平京堂电网 经东城变电站到广场 一旦发现问题 立即人工切换 徐伯文毕与南开大学的电机系 业务熟练 回答得十分干脆 内容人又问 如果双电源同时发生故障 怎么办 接着他特别交代说 要以人工升旗做后备 做到万物一失 有备无患 而后来呀 人们川说呢 9月30日晚上 天安门前的果旗 第一次定格在半旗杆的位置 那是在向成千上万的先烈们致敬 那是无数为国捐躯的英魂显灵了 仅仅几个小时之前 也就是在9月30日的下午6点钟 出席政协会议的600多名代表 来到天安门前 在距国旗旗杆正南200多米的地方 周恩来主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 全体代表 全体代表静静慕哀 毛泽东宣读了纪念碑碑 接着毛泽东 朱德 刘少奇 周恩来 以及政协委员代表 怀者前程充养之臣 为百年来英勇捐欺的千千万万的英灵 产下了一仙仙城 1949年的10月1日 天安门成了世界所瞩目的焦点 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诞生了 这一天 林志远奉命在开国大典升国旗时 站在毛主席的身旁 协助升旗工过 升旗电钮设置在一个三脚架上 林志远经工作人员的指点 把三脚架放在毛主席将要站立的地方 到时 由他向毛主席轻声禀报 升过旗时 请您按一下这个电影 下午2点55分 毛泽东主席 党和国家领导人 陆续登上天安门成楼 三点整 历史性的时刻来到了 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齐宣布 请毛主席升旗 这句话 有一个明显的缺陷 站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意识到 赶紧小声地提醒到 请毛主席升国旗 林伯齐又大声地宣布了一次 增加了一个国字 毛泽东听到 请毛主席升国旗后 便大步地走到升旗暗影前 用力地 便大步地走到升旗暗影前 用力地 按动了电影 那面巨大的国旗 缓缓上升 最后定格在 22.5米 高的白色铁杆上 升得好 高音喇叭里传来 毛主席的赞扬声 1949年10月1日这天 天安门成为新中国精彩的开篇 这一天的辉煌如何开创 开国大典主席台 为何选在天安门城楼 谁是开国大典的大盲人 在这个舞台的布置上 又怎么出现了两个日本人 开国大典之后 天安门城楼上的两幅大标语 又经过了几次改动 每次改动 又有着怎样的深刻背景 敬请关注 后勤指挥学院严树军讲述 影像记忆天安门 对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的设计 与布置的重任 张志祥也早有考虑 其任务布置 几乎是与国旗杆的修建 同时下达的 也就是在确定了国旗杆修建之时 张志祥来到东丹洋溢胡同 把天安门城楼设计与布置任务 交给了当时住在这里的 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 吴美队队长苏凡 而苏凡却将如此重大的政治任务 交给了两个日本人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吴美队长苏凡受领任务后 吉令毕业于日本美术专科学校 艺术造诣在当时华北军区部队中 属一流的两个日本人 一个是四十岁上下的萧野 一个是三十岁出头的森茂 苏凡让他俩用最短的时间 设计出最好的布置方案 萧野和森茂 在设计之初便想到了中国的功能 在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张灯结彩 成语中的灯指的就是大红灯笼 那么在中国民间的习俗中 凡逢年过节喜庆之日 都要挂上大红灯笼 以示喜庆 中国的公灯历史源源由长 早在周代就有庄管公灯之官 叫斯坦 那么萧野和森茂 在中国农村多年的深厚中得知 张灯结彩 是中国人民喜庆的传统形式 所以他俩确定了设计的基点 在天安门城楼十根红廊柱中间 悬挂八盏大红灯笼 他俩认为 在天安门城楼悬挂大红灯笼 既能体现出民族风格 又能充分显示出浓烈的节日气氛 十一的前一天 八盏大红灯笼制作完成了 宫灯的直径均为7.6尺 扎灯用的主要材料是 生长在三年左右 高9.4尺以上的毛株 和鲜艳不褪色的红细鳞布 以及松木等 每盏灯一般需要48根灯条 和由12块松木制成的上下灯牌 十二幅红细鳞布 再用金纸加工程拔个云头 贴在灯的上下口部 的灯牌 边有 工艺 新中国成立后 北京美术红灯厂 承担了历年制作天安门城楼上的红灯的任务 这次制作的工灯 每个重八十公斤 张志祥调来了一队战士 搬来几架蹄子 前呼后应 折腾了好一阵子 才把这几个工灯送到十根廊柱之间 并悬挂在横梁上 这次 巴然有史以来最大的工灯悬挂完成 布置天安门城楼 竟有两个日本人 说到这里 可能有人要问 怎么选用了两位穿军装的日本画家呢 这就需要了解一下 萧野和森茂在中国的传奇经历了 萧野的父亲是东京小石川的工人 因家境贫寒 萧野从小就瘦弱 他立即要成为一名画家 十九岁的时候 萧野读了日本左翼作家 小林多喜二的《歇公传》 于是参加了日本无产者美术家同盟 他在画油画和漫画的同时 野画 宣传画 写标语 很快就被人称为财子 一九三八年 萧野等人创办了东京漫画研究所 因为日本法西斯镇压左派 他六次被捕 一九三九年 萧野来到了中国北平 在华北电影杂志社担任编辑 在北平 他与北平的地下党取得了联系 通过敌工部 分配到张家口活动的进察纪军区的抗敌巨社 一九四五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 萧野决定留在中国 他来到解放区张家口 成为抗敌巨社的台柱子 而森茂呢 则出生在日本的大阪 他参军更有意思 他原来是日本华北驻军宣传部的一名兵士 那么当时他的上司呢 交给他的任务是绘制反共宣传画 由于他的工作上的需要 允许他看马克思 毛泽东的书 他是越读越觉得共产主义有道理 而最终被毛泽东的著作 和共产主义的理论俯裸过来 逃奔了八路军 天安门城楼上的八盏大红灯笼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诞生 并一同走过了四十五年的岁月 直到一九九四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五周年之时 城楼上的八盏大红灯笼 才被折叠式新型灯笼所代替 在完成天安门城楼大红灯笼的同时 首都各界积极参加义务劳动 清除了天安门广场地区多年遗留下的渣土和炸碍物 平整碾压出能容纳十六万人的大王城 并在天安门的东西红墙 以金水桥之间临时用砂杆木板 搭起了两座三千多平米的简易棺楼台 四周是以红布和采筹 这是供苏联专家顾问团 兄弟国家友好使者 工农兵阴谋代表 和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 以及在中国长期工作的外国专家 外宾使用的 由于时间太紧 搞永久性的建筑 无论如何也来不及 于是建设者们图法上马 用松高木板搭起了临时性管理台 9月29日凌晨 负责开国大典安全保卫工作的罗瑞卿 亲自来到管理台检查 这位细心如发的将军 带来了两个连的官兵 往上踩 还让大家在上面蹦蹦跳跳 结果一位排长 在西管理台上 一脚踩出了个大哭了 于是将军下令连夜征集麻包 动用了几十台汽车 从永定门外往这里运沙袋 把管理台用沙袋撑起来 以确保管理人员的安全 和大会的顺利进行 1949年10月1日这天 天安门成为新中国精彩的开篇 这一天的辉煌如何开创 开国大典主席台为何选择天安门城楼 谁是开国大典的大盲人 在这个舞台的布置上 又怎么出现了两个日本人 开国大典之后 天安门城楼上的两幅大标语 又经过了几次改动 每次改动又有着怎样的深刻背景 敬请关注后勤指挥学院严树军讲述 影像记忆天安门 与此同时 天安门城楼正面的红墙上 赫然醒目地高悬着两条巨幅标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标语是用繁体字书写的 每个字都有一个房间那么大 天安门城楼上的这两幅巨型书法 实际上是一次超级书法展览 那么这位超级书法家又是谁呢 他就是钟灵 钟灵1921年出生于济南的南关 1938年济南沦陷 钟灵是瞒着家人 经武汉到长沙 钟灵是瞒着家人 经武汉到长沙 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7月 钟灵在湖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9月 党组织派他到延安 17岁的钟灵在延安 担任的是电话接线员 而与此同时呢 钟灵又爱上了宣传鼓动的有力武器 美术字 凯体 送体 传书 他都下过功夫 临摹过 他是杖打到哪里 他就把漂亮的标语刷到哪里 所以在延安 钟灵能写一首漂亮的字 几乎是家于户晓 有一件事 足以证明 他在延安的名气有多大 说钟灵啊 是瞒着家人来到延安的 时间长了 他也想家 可是呢 父母都生活在国统区 给他们写信 十有八九会惹出麻烦来 说钟灵左思右想 没有敢给家里边写信 而父亲呢 见儿子失踪了 自然也是着急的很 在苦寻不到之后 猜测儿子 有可能与其他热血青年一样 八成是跑到 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去了 便抱着试试看的心里 发了一封信 信皮上写道 记延安 中国共产党 中央党部中领首 而当时他父亲也仅仅是按照 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称谓写的 并不知共产党中央怎么称谓 怎么称谓 更不知钟灵是否真的在延安 但因钟灵在延安活动积极 被称为延安的四大盲人之一 这一知名度 让他居然收到了家里的书信 等到他的回信 一家人才放下心来 1949年开国大典前 周恩来和胡乔木 决定在天安门中间的门座上方 挂一幅毛泽东主席的画像 画像的两侧的城墙 书写巨幅标语 那么在当时 钟灵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筹备委员会总务处办公室主任 兼会场的布置科科长 这两条标语的书写 那就责无庞贷地落到了他的身上 接到在天安门城楼书写标语的任务后 钟灵非常激动 他决心使出自己的全部的看家文领 在这个非通寻常的地方 好好的露一手 那这两条标语是写繁体还是写简体呢 虽然在解放区已经流行了简化字 但北平刚刚解放 大多数人还习惯使用繁体字 为了照顾大多数 钟灵决定仍用繁体字书写这两幅标语 但是 两条标语是筹委会征求了中共党内的大秀才 负负责宣传工作的胡乔木 并得到了周恩来批准同意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是九个字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是八个字 两边的字数不等 但这是中央定下来的 没有变通的可能 但你要写出来 挂上去 两边还必须要对称 这叫钟灵大伤脑筋 而钟灵呢 在实际测量中发现 天安门城楼上的九间门楼 其实宽窄不是等同的 门楼的中间部分是最大 四六三七二八一九间 一次地间 但在人们的视觉中 却感到左右四间都是对称的 这肯定是巧妙地运用了 视觉的错觉原理 那天安门的两条标语的字句 不也可以利用世界的错觉原理 进行安排吗 钟灵的脑袋就是灵 一个难题从理论上 得到了完全解决 在天安门城楼重沿中间 也就是后来悬挂国徽的地方 挂出了一条巨斧红布 上面写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 十七个大字 这也是钟灵的书法杰作 新中国成立时 天安门城楼上的两条标语 无疑是恰如其分的 但建国后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这条标语 与当时的形势 就有些不符了 那么又是谁 首先提出要改动的呢 1950年的6月 新闻署总署长胡乔木 提出将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改成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对天安门东侧标语的改动 胡乔木有这样的解释 天安门上的两条标语 一条写中国 一条写世界 既有民族意义 又表达了国际主义精神 无论何时 都是适用的 这精辟的注解 显示出中华民族的 博大胸怀 这深刻的内涵 蕴含着东方巨龙 致力于世界之灵的 坚强信念 更改后的标语 还是由中灵书写 但这次标语 改为了木刻 标语长三十米 宽二点二米 标语置在城楼的正面上方 不仅仅在于它的装饰性 更重要的是使这座古老的建筑具有了时代的特征 那么标语呢 它采用了我国传统的迎联对称形式 底为红色 字外夸均为白色 且字语夸突出墙体 这一复以变化的设计 使整幅标语既大方又具有立体感 当年留下的影像资料 给我们提供了历史真实的场景 天安门城楼标语的第二次改变 是在1956年 是从繁体字改为简体字 天安门共和国象征的标志建筑 其文化的表征也在其身上最先表现 当1956年第一批简化字正式公布后 在天安门两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大标语 首先进行了局部的更换 从当年的影像中 我们看到只有万字 由繁体字变为了简体的万字 到了1964年 国务院又公布了简化字总表 1964年的5月1日开始 天安门城楼两侧的大标语 全部使用简化字 天安门两侧的标语 全部实现了由繁道简这一历史性的改变 而此时的钟灵已离开了中南海 调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任副秘书长之职 天安门管理处通过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局长 于心青 找到了他 下达了将天安门两侧标语 由繁体字改为规范简体字的任务 这次修改字体后 这两条标语 四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再改动过 当然灯箱的维修更换就不止一色了 天安门的两条大标语 保存时间之长 所处地位之显要 并且被认为是送提美术字的书法的典范 这都是当初钟灵所不曾预料到的 走进这个红舞台 我们会看到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而无论在哪个角度 伟人毛泽东慈祥的目光 都在注视着你 似于你交谈 一下子让你与这个红舞台贴近 与伟人贴近 在你走进这行寺 神叶寺的伟人身边时 你又会不由地探寻到 这红舞台上的毛主席画像 是谁画的呢 好 这一节就介绍到这里 下一节我将向您讲述 一幅画像铸就的伟人风采 谢谢大家 从1949年天安门红舞台诞生至今 曾悬挂过几种版本的毛主席画像 每种版本的毛主席画像都是谁画的 这些画家们又有怎样的人生经历 画家们又是怎样用手中的画笔 描绘出伟人的风采 敬请关注后勤指挥学院严树君讲述 影像记忆天安门